大家好,这里是宋叔新宇 真可爱呆和牛顿的炼氧激光剑 一个在B站,一个在抖音 最近又有了新的LK99的复线的实验 我们先看一下牛顿的炼氧激光剑 他又合成了一个小的材料 他说发一个和呆老板接近的样品 好玩 那么他发的这个样品 我们用化中化的方式 把这个小颗粒尽量放大 他这边是用磁铁在逐渐靠近 看出来能离磁铁有四五公分的距离至少 然后这个样品就表现出对磁铁的某种响应 你说这是铁磁也好,抗磁也好 还真说不好 总之有反应 离这么远 他一直是在调整样品的位置 随着磁铁的变化在变 这是牛健渣 他们最近做的一个小实验 这个实验啊 我觉得也应该用铁磁性来说吧 因为他毕竟没有悬挂 如果悬挂起来的话呢 可能能看出某种的抗磁性来 你在纸上放着的话呢 难说 我觉得这个可以用铁磁性来说 比如说纸张啊 和小颗粒之间的摩擦力的力矩啊 和磁力线造成的这个 这个吸引力也好啊 等等 反正是有这么个平衡 他就打破了 他就动 另外一个啊 就是 真开呆博士 他这个呆博士的这个呢 是比较有意思 做了一块大块的样品 他们也要再测一下这个电阻 我看一下 有人说怎么用万用表来测啊 这不是一眼假吗 实际上你先确定 它是不是导体啊 万用表的功能是 确定它是不是导体 还值得去用 这个测超导的办法来测 你再来上 是吧 那现在呢 就是先看一下这个样品 是不是导体 是吧 他们就是这样测的 看到啊 最后他放大了 他把这个最后呢 把这个物体啊 把这样品放大了 放大了之后呢 哎 很有意思 有点像 融融的这个 矿扎一样 他说里边有个银线啊 测的时候呢 电阻非常小 这是 真凯代博士啊 在bilibili上的一个 实验 他说电阻测到了 明天测一下磁性 呃 那今天磁性的视频 还没有放出来啊 这是两个 中国的 这个网友啊 在继续复现 LK99的实验 我最近发现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 呃 那么中国网友呢 对于LK99啊 总体来说呢 无论是一眼假 还是一眼睛 无论是倒 还是记 抱的态度啊 还都是不错的 呃 但是啊 在推特上 呃 在推特上呢 日本人发的 日本的帖子很多 都是在 呃 不是说你记的问题了 都是在 呃 呃 说韩国人是骗子 啊 就是这种辱骂呀 或者一些极端过分的帖子 你今天要搜一下 LK99会发现 大概是有几十个账号 都在发同一个内容 说LK99造假 历史证明 造假的总是韩国人 哈哈 看出来啊 这个 日本和中国的网友也好啊 这个相关研究者也好 对LK99的态度 还是有区别的 那虽然都是东亚的国家 虽然呢 提出这个理论的 都是自己的邻国 但是这个 态度还是有区别的 那这是LK99啊 最新的两个 呃 附线的 他们做的小测试 那今天啊 实际上 Nature啊 也发了一篇文章 应该是昨天吧 这是Nature上 刚刚发的一篇文章 叫 Party Like It's LK99啊 这个 像 开Party一样的 LK99的这么一个 热闹的这么一个聚会 那么 这篇文章呢 其实和我看的另外一篇文章啊 就是 韩国的ET News 比较类似 那这篇ET News呢 更天向于 公众的科普 而Nature呢 也分析了 预印版论文 对整个LK事件的 这个影响 呃 这件事呢 总体来说呀 呃 相对来说 比Nature 早几篇文章 要温和一些 要积极一些 因为大家知道 Nature的前面第一篇文章 那个 实际上那个人呢 他既不是搞超导的 也不是凝聚的行业的 呃 这个超导啊 以及新材料方面的 这个成果 那这篇文章呢 就要柔一些 他说这件事表明啊 预印版可以迅速的传播 研究成果 并让公众啊 参与到科学讨论中来 那这件事也表明啊 传统的同行评审呢 可以更有效的筛选出 有价值研究 同时呢 他们也认为啊 凝聚在物理学和材料学领域的 研究成果呀 有潜力对技术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呃 那他最后啊 呃 他说这件事也提醒我们呢 呃 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 要保持严谨的态度 并对结果呢 进行认真的验证 呃 当然了 这个 他的这个口口气啊 这个语序的话呢 还是偏向于Nature的这种正刊的 呃 那谈到关于预印版啊 就是archive上呢 他认为啊 预印版在这次实验中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啊 让公众呢 能够比较早的了解到 这个研究的进展 并且参与到科学讨论中来 呃 预印版的也能让其他研究人员 能够更快的进行 这种浮现的实验 呃 从而更有效的筛选出 有价值的研究 呃 那当然他可能还更推崇 这个同行评审 呃 他认为啊 如果没有同行评审 可能会有更多的研究人员浪费时间和精力去验证错误的结果 听了吗 错误的结果 所以关于明基态物理和材料学啊 呃 他实际上呢 还是本着这个传统的这个思维来看的啊 就是在传统的呃 理论的基础上做的研究 呃 那么这个领域的成果呢 确实是呃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呃 实际上他含的前一次就是说你看你这不靠谱的结果你都发出来了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篇文章啊 呃 是一个稍微更加委婉的批评 呵呵 更加委婉的批评 呃 当然 这毕竟也是内车上的一篇呃文章啊 他不是论文啊 他也没有提出更有效的呃 这个有说服力的论文支持啊 他这次也没有提马谱是吧 也没有提其他的论文啊 只是说呢 哎 这件事啊 他大概是怎么看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 内车缓一缓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因为都知道 哎 LK99啊 已经投了APL啊 可能正在修改 也可能是大修 也可能是小修 但是一旦修了通过了 发表了 这对内车来说呀 这是一个 哎 总归来说不是那么太好的事 是吧 呃 实际上有不少的论文啊 最近呢 也是在分析 我看到一个韩国的视频 啊 就是最早的LK99 那个大颗粒样品 在磁场中悬浮的那个实验 呃 他又讲了一遍那个实验 其实那个视频 我觉得讲的比较好 在哪呢 就是说 不管怎么说 这么强烈 抗磁性的材料 他肯定是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 对吧 因为在这之前呢 你除了湿墨 除了其他的东西之外 你在室温下 采用这种不相关的材料 合成这种强抗磁性的材料 没有过 所以现在呢 你想想这个Nature上 他就是春秋笔法 他压根就不提这个抗磁性 压根就不提新材料 只是说呢 哎 你发表成果之前 你要保证百分之百正确 哎 最好是采用传统的同行名义 你在预印板上一发 好像就是完了 你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资源 啊 所以这个呢 也是一种预设立场的文章 啊 我觉得呢 我们还得wait and see 是吧 我个人呢 仍然啊 不确定LK99 就是故意的造假 很有可能呢 他们隐藏了一些东西 或者是他们看错了一些数据 但总归来说 哎 采用这个千灵灰石的 这个掺杂 其他金属 这对于这个材料研究来说 是一个变革性的东西 哎 一眼假一眼真啊 其实都掩盖不了 我们在科技创新上的这个 预弱呀 是吧 为什么人家就能想起来呢 为什么人家20年能坚持这件事呢 为什么你就不能呢 你是轻微也不行吧 对 就是这样的 好的 关于LK99这个故事 大家聊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